我们看156页 172经运相运 有这么一天 佛在齐远金色 这个时候有一个比丘 叫做燕摩家 我们早上有说 这个阿兰经里面 有两个 非法说法的代表性人物 一个就是燕摩家 燕摩家执着断灭 阿罗汉死后都无所有 一个是在戒律里面 非常有名的阿里扎比丘 执着银玉飞杖道法 这两个都是所谓的 非法说法 就是说虽然同样听佛说法 但是因为不如理思维 同样都是清净上是听闻正法 但是后面的不如理思维 让他不但有邪见 影响了自己不能解脱 而且他到处去传播这种邪见 也影响了别人 其实是这样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不如理思维 那么内心中产生邪见 传播这种邪见 又变成毁谤佛陀 所以有一张 不要这样毁谤佛陀 这不是佛陀说的 你却说是佛陀说的 非法说法 这个不是真理 你却说这个是真理 好 那往底下看 他说 这个阉魔家起恶邪见 恶见邪见 那么他这么样跟别人讲 作如是言 如我解佛所说法 就我听佛说法 了解佛 是这么样的意思 如我解佛所说法 若见阿罗汉 生坏命中 更无所有 就阿罗汉死后 就不再存在了 永远消失了 这个很明显的是 所谓的断灭见 那么他不是有 不是没有 非有非无 非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不是我们所认知的 那种有 那也不是我们所以为的 那种没有 那么 这个时候有众多的比丘 闻彼所说 网易其所 与厌魔家比丘说 如实作所说 那 因为有人 就是有比丘听到他 这样跟别人讲 那大家集体去跟他说 如果解佛所说意 若进阿罗汉 身坏命中 更无所有 去做确定 那么也不能 也不能听了 就说 这个就是他讲的 就确定 你真的有这样讲吗 那 这个 厌魔家比丘就说 是的 我是这样对别人说的 各位 各位尊者 诸尊 各位尊者 我确实是这样 对外说的 这个时候 朱比丘与厌魔家 你看 他就讲这样 误放是尊 不要诽谤佛陀 诽谤佛陀的人 是不好的 讲更严重一点 就是没有好下场 那讲简单一点 就是诡谤佛陀这件事 并不是好事 其实是这样 那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大部分的人 对佛法没有充分的理解 那很容易 很容易就变成 放佛放生 其实很容易就这样 因为佛陀的 第一个佛陀没有这样讲过 那再几个简单的例子 一般人 那么最容易以讹传讹 那也不晓得是什么 然后就照抄照念 阿难要入涅槃之前 那比丘送那个法句 那这个新的比丘送这个法句 若人欲了之 不是若人欲了之 若人受百岁 不见水老赫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见闻之 那其实就是 他没有去做理解 那应该是 若人受百岁 不见生灭法 其实就是缘起法 无常 无我 缘起 那么不见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见闻之 但是他没有 他只是送 他只是送 然后没有去理解 这个就是不思维 那不思维就很容易 反正 若人受百岁 不见生灭法 跟若人受百岁 那么不见 水老赫 你不思维 你送 你就认为我送就有功德 就仿佛送就能解脱 就好像 我念那个 我念那个 宵夜这样的 我念那个 灭罪业的真言 我念了就能够灭罪业 道理是一样的 那你也没有去思维 那么不经思维 没有如理思维 没有如理思维 就是没有思维 根本就没有思维 不思维 不思维本身 他就容易错误 第二个是 有思维了 但是不如理思维 像这个是 这个是他有思维 他有去想 想那个道理 但是佛陀这样讲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不如理思维 一个是不思维 一个是不如理思维 那么都会造成 你对佛法的恶见跟邪见 那么这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 如果你没有对外讲 你的能力没有那么好 你没有对外讲 那么只有影响你而已 你自己 你自己 因为 因为你自己 没有正确的方法和观念 所以你不能从佛法中 得到利益 如果你再对别人讲 那么别人相信 别人不相信 那么 比较 就是你这样讲 不相信的 就是 相信你的人 会受你影响 也不能得解脱 不能从佛法中 得到真实利益 那么不相信你的人 还有分 有烦恼跟没烦恼的 有烦恼会因为你这样讲 起烦恼 没有烦恼的人 当然也不受你影响 他就觉得 你真可怜 学了佛法学这么久 还没办法 还是这样 那他也不会起烦恼 但是有烦恼 多数有烦恼的人 那么会因为你错了 你这样诡谤佛头 他心里面不高兴 那么 受你影响的人 那么你让他不能得利益 你未来在修行佛法的时候 你会有障碍 因为你曾经 散播邪见 那么导致于别人 导致于别人 没有办法 用了很多时间 很多精神 很多体力 很多金钱 那么都没有办法得到解脱 所以未来也会导致于你 要修学佛法的时候 费了很多时间 费了很多精神 费了很多体力 也不得其门而入 因果是这样子的 所以 你在哪里形成障碍 那未来你就在哪里 就是你在哪里 给别人形成障碍 未来你就在哪里 自己会形成障碍 比如说 简单嘛 世间的因果 也是这样嘛 你 人家赚了钱 那么你去把人家偷来 让人家没有办法 让他辛苦得来的 那么 借这个钱来过活 那么未来 你辛苦赚钱的时候 你的钱就会莫名其妙不见了 那么你也没有办法 这样辛苦过活 这是幸福的过日子 我会辛苦的过日子 一样嘛 你在哪里形成缺憾 你未来就会在哪里形成遗憾 你现在在哪里圆满 你未来就在哪里 那么得到圆满 那也是这样 你帮助别人 那么 帮助贫穷的人 你未来就不容易贫穷 你帮助那些生病的人 你未来就不容易生病 那基本上这个是因果观 因为你有这个心 它通常也是从心嘛 你的心都在意别人 有没有生病 生病会不会好 有没有找到好的医生 好的药 你尽量帮助他 如果你是医生 如果你不是医生 你都尽量帮助他 未来 未来你就是长寿健康 你看 基本上就这样 好 那如果把这个观念 换成佛法 那也是这样 那你要在佛法上 很容易贯通 很容易 很容易进入 那么基本上 也是 第一个当然 你尽量帮助那些 学习佛法的人 那么第二个就是 你没有被别人形成障碍 你给别人一种助力 而不给别人一种阻力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也是 那你像 像还有一种 就是像 你说像 作利盘托权 他是令法 就是他可以帮助别人 他可以 他有三丈 通三丈 但是他可以帮助别人 他就令法 不愿意跟别人讲 明明很 明明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人 得到佛法的利益 他却不愿意 所以他也因为这样 他不容易在佛法上 即使他学有那么多 他会有障碍 他不容易在佛法上 得到利益 所以他会有东西 帐助 让他怎么通 怎么想 想不起来 那这个其实就是障碍 第一个就是你力道 力量不够 你储备的能量不足 第二个就是 你虽然内在的能量够 但是你外在有障碍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更严重的 不但有障碍 你还有阻力 还有人拉住你 你要往前走 第一个你脚要有力 当然你正确 你方向正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脚要有力 第三个前面没有障碍 或者障碍很小 如果障碍是一个小土墩 稍微辛苦一下就好 如果是一座山 那你就很麻烦 那这个还不足 还是可以的 问题是你还被绑住 还有人拉住你 你一个人往前走 你脚再有力 有一百个人拦住你 你看你怎么走 而且前面还有一座山 那你看 困难就在这里 那如果 所以说我们说 修行有时候有瓶颈 那有瓶颈 基本上第一个 你内在的力量 智慧不足 或是你的力量不足 定根会 借定位不足 那么没有办法 那么你虽然内在的 借定位具足 你外在的障碍太多了 你没有去除 你脚再怎么有力 你可以走到这里 你可以跨过那座山吗 等你这座山跨过了 你已经没有力了 你很多事情 都在处理这种事 就是你大部分的心力 会耗贿在 跟解脱 跟火麻 不相应的东西上面 你会耗贿太多时间在这里 好 还有一种就是 你就算脚有力 前面的障碍也不多 但是太多人拦住你了 绑住你了 拉住你了 那你也很难 所以为什么要广结善缘 要伸结法缘 要广结善缘 要培养 要修学 要修学种种的善法 让你有福报 让你有因缘 那这个有善缘 有善缘 有善法缘 有善业的因缘 还有法的因缘 就是要广结善缘 要伸结法缘 这样 那么你的助力也多 要不然就是 你内在的力量 要非常充足 那外在没有障碍 虽然没有助力 没关系 你自己就够力了 那这样也没关系 这会解脱 他也是这样 他智慧非常多 他也不用定 定也不用太强 没关系 他就可以 那这样的话 那他就是 他自己的力量 就足够超越 超越烦恼 自己的力量 就能够超越烦恼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 老实讲 这种力量 不是那么足够 所以一方面 要自己的力量 一方面要助力 助力 那要没有助力 如果有 助力也不要太强 障碍的因缘 不要太多 那么这个拉扯的 拉扯的力量 不要太多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 那么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得到 佛法的利益 都从修学佛法中 其实可以得到利益的 那么辛苦一点点 其实都可以 渐渐尝到所谓法味 其实是可以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表示 你要 你先要处理这些问题 要培养福报 要广结善缘 要伸结法缘 那不断不断地 扶持佛法 那么不断不断地 利益众生 从这里 从这里下手 那渐渐渐渐渐渐 那么障碍消除了 那么 这个阻力没有了 助力增加了 那快了 那就快了 其实是这样 好 我们往底下看 很多其实就是因缘 包括要解脱 要建法 这些都是因缘和合 要很多的因缘 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因缘 所以你不要小看 这些小小小小的事 一点点小事 你都要计较那么多 一点点小事 你都要让自己跟别人 生出很多烦恼 那你想想 那么你会 才会发现到说 就一点点道理 你都没办法通 你就是怎么想 怎么想 就想不到那边去 那就算你专精思维 措措思维 那么你也没有办法 如理思维 就会有这种问题存在 好 我们往底下看 这种东西 就是说 因为我们听经 也不是听一步两步 也不是听一次两次 非常的多 那大部分的人都会 有时候会 有时候 有时候很容易受用 有时候不容易 当然这个跟讲经的人 也有关系 跟听经的人 也有关系 这基本上 字都有关系的 这个剥了经里面 模后剥了剥了经里面 那个模式品就讲这个 那有模就是有障碍 这个听经的人不会听 听经的人不会听 讲经的人不会讲 听经的人会讲 但是讲经的人不会听 讲经的人很善于思维 但听经的人不会讲 那不善于讲经 不善于批育 或是听经的人 跟讲经的人没有善缘 那么别人听得懂 他就是听不懂 那这种就会形成障碍 这个叫做模式 你看那个 送那个波罗经里面 模式品 因为以前我常常在送 所以我知道 就记得很深刻 有障碍 有障碍就是有磨 磨就是什么 磨就是要折磨你 要阻碍你 那你奇怪别人听就懂 为什么我听不懂 别人做就受用 为什么我不受用 问题就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 你要修福报 你要广结善缘 真的 那善缘其实都是 一点一点累积的 就是你尽量成全别人 尽量随喜别人 就是别人的好尽量随喜 别人不好的好 别人的不好尽量包容 那从这里开始 那渐渐渐渐 第一个 有主要马上的利益 宪法热助 马上的利益 第一个 你不包容的时候 你就起烦恼 你包容的时候你不会 所以我说嘛 当你在佛法渐渐深入的时候 你会产生几种现象 你对自己 越来越有信心 你对佛法 越来越来有信心 也越来越了解 你对于境界 越来越不执着 你对于别人 越来越能包容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辛苦 那我虽然也辛苦 你也辛苦 但是你起烦恼 比我还辛苦 而且你起了烦恼 你还要解决烦恼的问题 那我只要不对你起烦恼 那他就都不是问题 那但是我修行过 我知道 要降服烦恼 没那么容易 那你正在走 我以前走过的路 那我已经走出来了 那我们就觉得 他这样还蛮可怜的 那如果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成为他的助力 那我也不要成为他的主力 是不是 因为这个会来形成我的主力 那你看你会如理思维 就不一样 你就不一样 真的 那从这里看就发现到 你的佛法用得上 那如果没有 你学习佛法的越多 跟人家计较的越多 对于境界越执着 你那个佛法 你那个佛法 不是讲给自己听的 不是自己在用的 就有一点像说 有一些人 菜是拿来卖的 农药多喷一点 自己吃的就不喷农药这样 那么你的佛法 是喷有农药的 你自己不用的 那你讲出来 是要气死人的 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有这种 有啊 那你自己没有办法用啊 有什么用 那你讲出来 你烦恼越重 你讲的佛法越好 人家越气 是不是 就是 你的菜很新鲜啊 但是都是农药啊 吃了 吃了 等一下就口吐白沫啦 中毒啦 那 因为你讲 人家更不愿意修 不是你讲的 我还愿意照你说的这样修 因为是出自你的口的 我就不愿意这样修 为什么 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哪会有殊胜 你看 所以 你也因为这样 无形中就造成什么 造成人家的障碍 所以 追 归根究底 讲起来 自己修行不得力 不要怪别人 要不是现在的烦恼 要不是过去的业力 此心此业此缘嘛 我常常讲 真的是这样 我是深有体会 真的 那么你要好好 如理思维 想这些道理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不思维 听了证件 没有证件 那是一个问题 没有证件 是一个问题 但多数我们听的是证件 第一个不思维 第二个不如理思维 第三个不专精思维 第四个不受受思维 那就没办法了 那你就是没办法 所以 也不要挤 我们说过 不要挤 但是 你就是稳定的往前进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佛法原来 其实老实讲 没那么复杂 它是有身对 没有错 圣身 缘起圣身 那么但是 它不是复杂 它只是身 复杂就是很多 很复杂 这个线跟这个线 绞在一起 没有 它是一路 但是身的东西是这样 渐行渐路 渐行渐路 它就不生了 你从刺地 这是你刺地行 就刺地正 那你到了 你说一年级 一年级 看这个大学的就很深 那么到了你高中的时候 再看就不那么深了 那你国中的时候 就渐渐 你国小看国中的 国中看高中的 高中看大学的 就渐渐渐渐渐渐 那么从国小来看 当然是深 它是深 没有错 佛法甚深 但是甚深 我们的心的力量也胜深 你要知道 真的 那你只是 很多都是你被障碍住多 我说我会发现 不是修行人不用功 不是 其实有些人真的很用功 但用功 用功 第一个 用功的方法不对 第二个 它的方向 就是它的目标不对 它的方向不对 它的方法不对 那么用功突然 我们常常讲 六四外道 那个多用功 要是我 我也没办法做到 一只手举一辈子 那一只脚 那种种的苦行 那个没有耐力 没有那个坚忍力 那个实际也没办法 但是他愿意 他愿意这样牺牲 愿意这样受苦 那么只会完成他的解脱 精神科家 那么这个精神值得学习 但是他那个解脱的 那个态度 那个方法 解脱的态度 值得学习 那解脱的方法 那么我们就要深深的检讨 那我们现在要得到佛法的利益 要从佛法中得到利益 我们有没有外道思维 有没有世间思维 世间思维就是 就是你都在表面上计较 都在烦恼上 都在我持我爱上 这世间嘛 世间思维就是这样 那外道思维呢 没有证件 那么他是很用功 他也不会计较没有错 但是他计较的 他用的方法错误了 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那么这样就又麻烦了 所以正三果 前面先要有两个 要解决 断身件 缘起 缘起甚深 你断了身件 你就缘缘起 缘缘起就缘无我了 好 那么你要缘缘起 一定要先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叫做戒进取 一个叫做乙 戒进取就是 非因继因 非果继果 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就这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 那一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乙 对于佛法的道理 没有正确 没有正确 没有深入 没有了解 那么这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你不了解 不了解 那么或是你了解的 不正确 你没有深入 那么你也没办法 正确的方法没掌握 你却用了错误的方法 正确的观念不具足 你却具备了错误的方法 斜见 那你没办法 你怎么可能断缘起 你怎么可能见缘起 断身件 不可能 不可能 那虽然你反复的 附送缘起 也没有用 今天 今天 阿难见到那个比丘 就算换过来 阿难跟他讲 他又换过来 若人欲了之 不是 我又讲错若人欲了之 若人受百岁 受华元经的影响太深了 若人受百岁 不见生命法 他换过来 换过来 送一辈子 他也不会知道 因为他不思维 他跟送若人 做百岁 不见水老后 一样 一样 他没有 他没有办法 像持咒一样在诵经 像持咒一样 不了解他的意义 像持咒一样在诵经 像持咒一样在念佛 有没有功德 有 但是不会有智慧 信尽念定 怎么会不会有 这个信还不是正信 但是还是有 有力量 外道也有功德 你不要以为外道没有 外道也有神通 他也有戒 也有定 也有会 只是他的会是有肉会 他不是无肉会 不跟三法印相应 不跟缘起无我相应 只是这样而已 他依然有戒定会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 今天我们修学佛法 不是为了一时的快乐 也不是为了解决一时的痛苦 我们是为了长远节来 我们要解决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愿意 尽形受 用这一生 用这一生 我们牺牲很多的东西 也不能叫牺牲 因为那一些本来就是 造成我们轮回的因 但是从世间的来讲 我们牺牲了很多 那么我们用了很多时间 用了很多体力 用了很多精神 那不就是要从佛法中 得到利益吗 那么你要能够 所以你要能够 真正从佛法中得到利益 所以大圣经典你常讲 那么要让这一些众生 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不是表面利益 不是短暂利益 是究竟真实的利益 那其实我们学习佛法 也是这样 那菩萨道更广大一点就是 不但我自己要得利益 我也让所有的人 所有一切跟我有缘的人 都能够得到利益 那你怎么样让越多人得到利益 那么要有缘嘛 那有缘要从哪里来 从布施 那么持戒忍入 这一些跟大家广结善养 越多的人跟你有缘 那么就越多的人依你得度 所以维摩皆经就讲 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 那么他引导这个众生 弃恶修善 他利益这个众生 那么他说法利益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 未来就跟他有缘 如果他成佛的时候 这些人就变成他国土的众生 其实是这样 那你来的时候 这些人自然而然 有缘自然会聚在一起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只是缘有分善缘跟恶缘而已 所以尽量做到不结恶缘 不结恶缘 不念旧怨 尽量做到这样 那如果你没有 你以为 你以为他障碍你 但是你没有释放这些 他现在是 看起来是他障碍你 实在是你障碍你自己 而且你还会未来形成障碍 还会这样 所以就算你有能力成佛 你都度不了他 我告诉你 你都度不了他 因为恶缘还没转化 没办法 没办法 要是善缘 虽然是恶缘 但恶缘没转化 他没办法 他还有恶心 还有恶业 那所以尽量 其实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 那么日常生活中 我们遇到的可多了 遇到的境界可多了 真的 那你如果不在这个地方 稍微用一点心 虽然你大部分的心 用在佛法上 但是你会发现 就是有很多东西 你就是怎么努力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就是有可能就是你的障碍 那你在这一部分 心烦恼也重 那这样其实是不行的 好 我们让我们底下看 那么他这里就说 这些人就去问他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么讲 就有断灭见 断灭的恶见 邪见 那么更乎所有吗 他说是的 我确实是这么说 所以就比丘就跟他讲 你不要毁谤世尊 毁谤世尊并不是一件好事 世尊根本就没有这样说 那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说 你当禁止而耻 恶见 邪见 你以后不要这样说了 因为这不是世尊 这又给人家误会 你说世尊这样讲 其实世尊根本没有这样讲 那么世尊讲的是正见 你去对外宣说 世尊讲的这种邪见 那这样其实是 这样其实是不好的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他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他听了之后 他这样想 他这样想 就好像说阿里扎比丘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 这个 隐喻非证道法 无欲非证道法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 出国 二国 三国都能 都能证果 他们也有家庭关系 他们也有无欲 他为什么能证果 那像陆祝优婆语 陆祝优婆语 他的父亲 傅兰娜 叔叔 黎斯达多 他父亲傅兰娜 修犯恨 清净犯恨 离无欲 清净 但是黎斯达多没有 他的叔叔没有 他的叔叔有家庭关系 而且看起来 还比较享受无欲 但是这两个人 有一天 但是两个人都用功 他的叔叔 就是少欲之主 但是还有无欲 他的父亲已经没有 修犯恨 连唱歌跳舞这种事 他都没有 就是黎无欲 修得很清净 两个人同时往生了 灵命中 死了 那他的女儿去问 陆祝 多婆语去问 那我的父亲生到哪里去 那么跟叔叔都往生了 他们会到哪里 他们这样亲情修学佛法 佛陀说 他们这样亲情修学佛法 他们会各自去了哪里 佛陀就跟他讲 那么他们都去多帅天 这个陆祝优婆 你心里面就不极解 如果是这样 那佛陀讲的 佛陀讲的法 那我们怎么能相信 他说 要离遇清净就可以怎么样 那不离遇清净就怎么样 那怎么这两个人 一个有离遇 一个没有离遇 那为什么两个人 都生到多帅天 那这样因果 还是正确的吗 你看他会怀疑 他不如理思维 他会怀疑 那佛陀才会跟他讲 你不要 后来佛陀才会跟他讲 为什么两个人都生到多帅天 所以他讲 很多事你不要随便猜测 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但是你没有如理思维 那因为他以智慧胜 你的祖父以智慧胜 你的爸爸以慈戒胜 那两个人都生到多帅天 那正恶果 两个人都正恶果 正恶果 都正恶果 那生到多帅天 他说这两个人 修行不一样 一个有慈戒 一个没慈戒 怎么都生到多帅天 因为你的祖父 智慧 智慧很深 就好像会解脱 他也没有修订 你说会解脱 没有修订也解脱 那个有修订的也解脱 那还需要订吗 不是 他不是没修订 他没有订 但是他不是 他已经有未到地订 他还是有的 只是订没有像那个墙 所以说 他的俗父虽然 看起来没慈戒 但是他还是有戒的 他只是戒 没有像你父亲的 那么亲近而已 还是有的 但是他的智慧比较深 所以你看 伙子就跟他讲 假设你的爸爸 智慧跟你的叔叔一样 他不只是恶果 不只是恶果 那么如果你的俗父 持戒跟你爸爸一样 他也不只是恶果 那因为一个持戒症 一个智慧症 那刚好都生在 刚好都正恶果 然后都懂得那个道理 就断身戒 就断身戒 薄瘫成痴 那刚好是这样 但是 并不是你表面上 看到的是这样 所以他会起不如理思维 那这样 那这样这个佛陀所说的 那么要离意清净 才怎样怎样 那还需要吗 那我也不用 不用像我爸爸这样 像我叔父这样 就可以了 好啊 但是你的智慧 也要像你俗乎那样 你爸爸持戒 是外表可看得见的 可是你俗乎的智戒 不是你从外表 可以看得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误会 那这种其实就是 很多很深的道理 他们不知道 好 那类似像这样的例子 就是你不如理思维的例子 其实还蛮多的 在佛法里面 那主要 我们说阿里扎比丘 像这个燕摩家也是这样 他就是也是这样听 听了之后 他不如理思维 那不如理思维 他就去对人家说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 但是 这个比丘 跟这个燕摩家 这样说的时候 燕摩家 他认为 你们才误会佛陀 你们才诽谤佛陀 其实 我就 我亲自听的 佛陀确实就是这样讲 佛陀确实这样讲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 不认为他有错 他不认为他有错 那我们现在比较麻烦就是 佛陀不在 你说这个是佛说 他说那个是佛说 你说这个是佛的意思 他说那个是佛的意思 那我们不能像以前这样 那是不是佛说的 那去问佛就知道了 对不对 去问佛 是不是他说的 那就知道了啊 可是现在没办法 现在没办法 所以后来就形成很多佛派 佛派就是这样来的嘛 当时没有佛派 当时 如果 如果那个时候佛不在了 那燕摩家就是一个佛派 他就认为 我 做我们所学习的 佛陀是这样子的 像佛派里面 那有很多种不同的观念 比如说 那义根到底是设法 还是心法 那戒体到底是设法 还是心法 还是非设非心法 那你看 那不同的就不同的佛派 那其实都是这样来的 好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那他这里讲 那么 这个燕摩家比丘 那他认为 其实各位 各位尊者 诸尊 各位尊者 我说的才是真实的 才是佛说的 其他的 是不对的 我说的才是真正的佛法 你们说的不是 那么这样三次 那么这些比丘 一般都讲三次 一般讲三次 三次不听 就讲三百次 他也不会听 那么 所以这些比丘 不能调伏 就不能降伏 就是不能让他认错 其实你没有跟他讲道理 你单单 为什么是 为什么不是 你单单说你说的错 你以后不能这样讲 大部分的人 不会这样就认错 他会这样讲 就是他有这样的观念 他这样思维 认为是这样 除非你跟他讲清楚 像这种 像这种断灭的 其实就是 无我很容易引申 类似说断灭的这种概念 所以你看他 蚕陀比丘 阿安清里面 蚕陀比丘 那么 一直都没办法证无我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 如果无我 那谁证得无我 你不能说 无我证得无我 那怎么证 对不对 那所以他就会 容易落入断灭 这种概念里面 所以这种观念 其实是很多人都会有的 所以后来才会 解决这个问题 才开始有一个 有一个所谓阿拉以言 有一个非吉运非离运我 有一个类似像 这种种子观念 有寒藏 不然轮回要怎么形成 夜报要怎么形成 才会有这种问题 那佛陀时代 其实基本上 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经过佛陀说了之后 很多人就都明白了 这一部分我们也是 在佛陀好像 说了好像 也没有 也没有 特别 说什么 但是他也是强调这样而已 那言而彼得胜利 那我们就会 有时候也会怀疑 那为什么 他这样一说就明白 可是 我们研究了很久 还是不能明白 那基本上 就跟智慧有关系 那我们就不要 即使如果是这样 我们 不要一直斟酌在那里 因为我们要不断 培养我们的无肉慧就好 思维思维 到一个程度 那你也会发现到 因为这种东西 离文字像 离言语像 离心言详 离有 离武 离义友 义武 离非有 非武 那就是言语道断 就是为正乃知的东西 那么当然也不是说 你不能知道 只是说 你就算你知道的 也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因为世间语言 它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有缺陷的 它没有办法完整描述 出世间的东西 那这一点 我们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大部分的心力 用在于 让你的无肉慧 无肉慧不断地熏洗 不断地成熟 那思维这个东西 缘起不是 你眼睛闭起来 干想的 不是的 是你眼睛睁开的时候 你看见世间的一切缘起 发生的一切人事物 你都从中 从中去了解 它的整个过程 那整个 整个产生的原因 消失的原因 你渐渐从这个地方 那么缘起是 一切法都缘起的 无我是 一切法都无我的 那并不是 只有 只有 只有你这个 你这个身心是缘起 你这个身心是无我 当然主要在这个身心 但是 一切法都一样 一切人都是缘起 一切事都是缘起 一切物都是缘起 那么如果你不能用 你不能顺着这个理路去 解决世间的许多问题 你怎么样顺着这个理路 去解决你自身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 真的 所以缘起不是 缘起不是 你坐下来在那边想 不是的 你睁开眼睛的时候 你也要这样想 是这样子的 就好像你观呼吸 你要让你的心专注 那不是你坐在佛前面 你这样观呼吸专注 你从佛堂出来了 你的心也不能太散乱 不能太攀远 因为他要你督色六根 敬恋相近 你当你六根打开的时候 那么你看见六根 你也不攀远 你依然是正念正知的 所以要密乎根本 要有根律 它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 你的心才真正是定 所以这是注定的世界 密乎根本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 那觉悟瑜伽 然后这个正知而住 那你要这样去做 你才有办法 你才有办法 那么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跟这个心稳定 真正的定 真正的定 并不是你有做的时候就有 没做的时候就没有 不是的 是你的心对这个境界 你不受太大的影响 你不会到处攀远 受它的影响很深 反应不会很过度 就稳定 它就是你稳定的心 稳定的心 才有助于你有肉慧 无肉慧的增长 你的思维才能够深入 你才能深 要深结法源 就是这样 你常常有剥了剥了蜜 就是你要去思维 思维这个道理 眼睛闭着的时候 思维 眼睛打开的时候 思维 自己一个人的思维 思维 那么在很多人的时候 思维 有事情的时候 没有事情的时候 好好深入思维 有事情的时候 好好观察思维 基本上要这样 那么不然的话 那么你大部分 你多少时间在那边坐 你多少时间一个人 多数都是 很多境界的时候 但是很多境界的时候 你没有力量 你必须要离这个境界 自己掌养这种力量 那你有没有力量 很简单 很简单 你出来看 就知道有没有 那你在家里面练数学 都练到一百分 出来买个东西 不会算钱 那你只有你的数学 一百分 那没有用啊 你在驾练场开车 一百分通过 出来看到四肢路口 你根本就不会开 那没有用啊 没有用 就是你用不上 你不会用 你的缘起 你的无常 你的无我 听了几百次了 一次都用不上 那有什么用 那没有用啊 如果你无常用得上 那么你就不会执着 你很明显的 不会有执着 因为它不断就生灭掉了 你看见 你看见一滴露 一滴露水 早上太阳出来 消失了 早上太阳出来 那个阳光 照着那个露水 好漂亮 你看了很久 忽然之间 那个露珠不见 你哭得要死 可是如果一个正常人 露珠太阳出来 本来就会消失 本来就会消失 它本来就不持久 绝对不会因为 一颗露珠的消失 而哭泣 那你想想 那什么东西不是露珠 只是比较久一点的露珠而已 那你会为这些担心 哭泣吗 不会 如果你的无常观 过深入的话 好 缘起观也是这样 凡事都因缘和合的 所以那因缘和合里面 因缘和合里面 一定 你的主因是你的心 你的心 你的业 真的 那你从这个地方下手 所以你看 你解决一切的 你解决一切的问题 一定是从你的心 开始往外解决 一定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 你了解缘起之后 你自然而然 会有的什么 会有的思维 如果没有 你可以到这边 无明原形 行原事 无明灭来自 行灭事灭 但是没有用 你的烦恼不灭 你的浮明不灭 你只是 像在念经 像在念佛这样 念而已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那所以 我们来学习佛法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佛法 能够带给我们 献法热助 现在它就有利益 不是死后才有 现在就有 当下 当下就清凉 你这个佛法深入 你当下就有法使 当下就有法慰 当下就清凉 那么你就会得自在 你的烦恼会减少 不能说完全没烦恼 完全没烦恼 要断 但是你当下 就可以从这样得利益 那么渐渐 渐渐 你就越来越欢喜 越来越清凉 为什么 越来越没烦恼 就算有 你稍微想一下 那就没有了 真的 你稍微想一下 如理思维 转一下转一下 又转回来了 转到佛法这一边来 转到初世间这一边来 而不是在世间这边转 转一转 你稍微一个力量 引导它 因为你的智慧 思维习惯 引导引导 转到这边来 在初世间这边转 那么慢慢慢慢 就转起来 想通了 想开了 那通常都是这样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怎么转都在世间转 怎么转都在烦恼转 那你一面念着 观之之爱菩萨 行身波罗波罗 照见五音皆空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色其是空 空其一色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虽然这样念 但是很简单的 就是很明显的 人家是 人家是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色其是空 空其是色 人家是在无我上转 你只是 法只是在 你的喉咙 你的嘴巴这边转而已 人家是在心里面转 在智慧上转 你是在烦恼上转 那么 色受想行事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那你念了 念了久了 烦恼痛苦 亦复如是 没有办法 真的 没有办法 完全没有作用 你是想借着 念心经 听说 听说能够灭一切苦恶 所以你念了之后 就希望 念完了之后 他就灭一切苦恶 大声见大佛 所以你就大声念 那么 这个刀就比较利 那么 就可以砍大烦恼 砍大魔王 没有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你没有思维 没有深圳的思维 那么真正的思维 有没有 真正的思维 有没有 在境界来的时候 就可以出现 所以 正见正思维 有没有 从哪里看出来 从正与正业正命 看出来 从你的正与正业正面 看你有没有 正见正思维 因为表现在行为上 表现在欲进 对 对元上面 那么这里就看见 你有没有正见正思维 你有正见 有正思维 那么你就不会 没有正与正与正业正面 你所讲的 你所做的 你所应对的 你应对世间的方式 就是正面 那么 你对生命的方式 应对生命的方式 那么 所以 你就会表现出 正见正思维 这个时候 你如果要往上 你再精进 再修正念正定 你就会引发 因为你的 你的元起 无常观念 够深刻 这个时候 你在努力 加工用型 你基本上 就可以践行 践深入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次第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平常生活中 对人应勿 那么 一有烦恼 你就失伪 一有烦恼 你就失伪 从缘起 从无常 那么去失伪 或是说 佛法讲的未患 从过患 从对峙上 从对峙 那么对峙是 烦恼比较强的时候 要这样 那没有的话 就是要用调伏 那再更强 要用控制的 就是你要先控制住 不要让它扩散 那 讲来讲去 其实它就是这样 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么这个时候 他说 那么讲了三遍 讲了三遍 那这个燕摩家 他还是坚持 自己的看法 我的才对 你们的才不对 所以 如是三说 那么没有办法调伏 那么就走了 那么就 这些人就去 去这个舍利佛 舍利佛的地方 跟舍利佛尊者讲 他说尊者 你应该要知道 因为舍利佛 有一点类似像当家 舍利佛跟穆建年都是 舍利佛基本上是负责 负责里面的 深重的事情 穆建年是负责外面的 通常是这样 都享武外道的这些 那么他们当然都有利益众生 那么 比叶摩家比丘 岂如是恶贱 邪贱 起这个恶邪贱 这样说 就我所了解 佛所说的意思 那么若金阿罗汉 生坏命中 更无所有 都消失了 都不再有了 那么我等文彼所说 我们听了他这样说之后 所以就去问 这个燕摩家比丘 你真的是这样 对外说吗 你真的是这样 这样说 这样想 这样说吗 那么他打我们 他打我们说 是的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也是这样说的 那么我们就跟他讲 你不要诽谤四尊 诽谤四尊 四尊并没有这样说 你应该不要 以后不要再这样说了 那么我们再三的劝戒他 但是他仍然坚持 他所说的才是四尊的意思 不舍恶邪见 所以我们今天 来到尊者这里 希望尊者 你有办法去劝 这个燕摩家比丘 不要再这样讲 对他自己不好 对佛教不好 对外 对这一些众生不好 那如果有的人 就说这个是佛弟子 他说的应该就是佛说的 他会相信 他会相信 所以 那么你看 为什么要跟他讲 怜悯比顾 可怜可怜他 不要让他继续造恶业 所以 让他尽早舍掉这个邪见 因为他讲的越多 讲的越久越深入 以后的障碍就 越难拔除 刚开始讲还不会 那讲多了 就越来越深入 造的越来越多 障碍越来越多 好像你在自己的面前 你挖后面的土 来到前面散人障碍 那之后会造成你进退为谷 往前是一座山 往后是一个坑 你往前往后都不行 你就被障碍住 那这个是谁造成的 你造成的 坑也是你挖的 山也是你填的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邪见山 所以 那么怜悯彼顾 你怜悯他 那么 希望你能够去转化他 改变他 不要让他继续造这个恶业 那么 舍利佛言如是 我当令笔 邪 邪恶 邪恶 邪恶恶 邪见 这个时候众多比丘 听舍利佛这样说 那么 就欢喜喜喜 而回到他们的地方 因为有舍利佛出马 那么基本上事情是 事情是容易解决的 因为舍利佛很有智慧 舍利佛又极善说法 那我们很多的论 像舍利佛阿比坦 那很多的论 基本上都是从舍利佛 那么出来的多 加沾言 舍利佛 因为他很会论说这个佛法 那也很极善说法 智慧第一 那善于说法的还有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 妇罗纳 说法第一 一个是 加流投影 教化第一 他也极善说法 很会用比喻 好 先下课